佛教相信功德可以回向他人吗? 佛教是真真正正相信自己所收的功德是可以回向给人的 所谓回向就是从自己的方面回转朝向他人的方面 这些是属于心力的感应 这些在上一节已经跟大家略略讲过了 这些是由于自己的心力通过诸佛菩萨的怨力 而达于所谓回向的对方 就是好像天空的太阳光通过反射物 好像镜或者金属体的折射 便可以将户外的阳光折射到室内的黑暗那里 室内的黑暗那处虽然未曾曝光在太阳光下 但是已经接受了回向而来的太阳光了 同时虽然将功德回向给人 但是自己的功德是完全无损的 这个在佛经中有一个比喻 就是一盏灯可以点燃很多的灯 这盏灯虽然点燃了很多的灯 但是不会因为点燃其他的灯 而减弱了自身的灯光 所以凡是正信的佛教徒 每做一件的功德 都会发愿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这些也正是慈悲心的自然流露 就会发愿回来的灯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